来吧混蛋,就算是死,我也要吸取你几分生命精华 就在深海魔精准备转向去猎杀史莱克七怪被轰飞的众人时 突然,他的身体停了下来,独目重新看向天空 庞大的身体有些不安地扭曲了一下 空气中扭曲的波动再次出现 他又一次释放出了自己的海之领域 就在深海魔精头顶之上 半空之中原本应该已经支离破碎与大海融为一体的唐三 却悬浮在那里 一个蓝色的立体三角形笼罩着他的身体 这蓝色的三角体在空中格外耀眼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个三角体出现之后 以深海魔精这强大的实力竟然都安静下来 空中的蓝光骤然变得强盛起来 从那蓝色三角体上方的尖端喷射出一道蓝光 蓝光在空中瞬间放大 这是一闸眼的功夫 就已经幻化成为一个高达百米的巨大虚影 你这孽略两万年前的教训 忘了不出 难道你准备让自己的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吗 深海魔精再次不甘地怒吼着 巨大的身体上蓝色光芒之间开始出现点点斑纹 这些斑纹像是鱼鳞一般混合着皮肤隆起 深海魔精的身体也在急剧地变化着 怎么你以为完成了画龙的过程 突破了十万年的极限 就能触犯本座的尊严 庞大的蓝色虚影微微晃动 随着它的晃动 竟然连整片大海也随之晃动 巨大的扭曲挤压感 让深海魔精痛吼一声 独目中的仇恨光芒 飞速退去 剩余的只有恐惧 愿你多年修为不义 本座在饶你一命 滚 深海魔精那庞大的身体 几乎在第一时间沉了下去 口中发出的嗡鸣 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放松 两万年了 希望这次的选择 不要让我失望 两万年不见 没想到那孽处竟然真的完成了画龙的过程 可惜啊 我的力量 虚影骤然收敛 化为那蓝色三角体的尾焰 带动着本体 急飞而出 落向远处的大海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